好主播海旋人仍架着快艇 在海面上进行搜救 澎湖白沙香昨晚传出 有渔民在跨海大桥下 捕捞海胆却经船失踪 他的亲戚赶紧通报请求协助 这位渔民大概是下午四点左右 出海捕捞海胆 直到晚上七点报案时都没有返家 除了消防局暗巡漏夜搜索 也有民间船只主动加入 共有五艘船出海搜寻 与澎湖县消防局共同协讯 于晚间十点十分 巡获失踪渔民并搬运上岸 不幸的是这位渔民被发现时 已经敏先死亡 而家属表示不需要就医 将自行处理后续相关事宜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